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来拆一款CCS在近期推出的 光轨机系列的最新产品 JED Ultman 原始形态 这款JED Ultman已经是光轨机系列的 第二款产品了 之前第一款的话是ZERO 赛罗Utman 正好我手边也有 这款赛罗其实发售已经有段时间了 这期视频算是补档 简单的也一起来开箱看一看 两款产品放在一起之后可以发现 JED Ultman的包装盒 会比赛罗要厚好多 并且在包装盒的最外层 还会有一层透明的塑料封套 抽到了之后 下面就是包装盒了 包装盒的印刷还会有一些那种金属质感 光线照上去之后还会有一些反光 还挺好看的 然后背后就是一些POSE图片什么的 CCS的光轨机系列 会有发光以及金属骨架 我看官图觉得还是做的挺不错的 直接来开箱 先来拆JED Ultman 包装打开了之后 首先是会有一份产品说明书 正反印刷 介绍一些产品的玩法 然后这边就是放着本体的吸塑了 是有上下两层的 上层是会有本体 然后会有一个替换面罩 就半个头是红眼的 然后会有一把武器杰德之爪 以及一二三四四对半的替换手型 第二层吸塑的话 主要就是地台支架 以及一个光线特效件 这就是所有的内容物了 先拿出本体来看一下质量如何 本体在自然站立的前底下 全高大概20厘米左右 同时在金属骨架的加持之下 产品的重量也是来到了188克左右 拿在手上的感觉是沉甸甸的 产品通体都会有涂装 红色和黑色使用的是消光漆 质感很厚重 银色是雾面效果 这里的银色为了配合红色和黑色 亮度是有被故意调低的 这样做能让银色不会显得特别突兀 让整体的色调会更加的协调一些 但是所有色块都是涂装分色 再加上杰德身上的纹理 还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涂装上的小瑕疵 肯定还是会有一些的 好在正常把玩时并不会特别明显 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这点瑕疵完全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 另外在手肘和肩膀内部金属关节的地方 涂装发色和塑料件之间 也几乎没有发现色差 包括铁角和屈膝关节处的银色漆涂装 也没有发现色差 统一性做的也是挺不错的 涂装方面 唯一觉得可以再改进一下的地方 就是色块之间的凹槽 我认为做的再细一点 浅一点就好了 毕竟这不是机甲 曹菜生了看上去就很像刻线 产品在身材的刻画上 是有刻意突出力量感的 在身上加入了很多肌肉线条 刻画的凹凸有致相当健壮 CCS在外形上的设计思路 是强调皮套包裹肌肉的感觉 同时为了不破坏角色原有的气质 健壮的肌肉刻画 基本上都集中在了背部和腰部的地方 我能感觉到这款产品 和同类产品之间的差异 但又远没有到魔改的地步 可以算是一种独特的风格尝试 至于这种风格你是否喜欢的话 那就各画入各眼了 细节方面 杰德奥特曼最有特色的双眼 使用了透明零件内嵌结构 蓝色的透明件 即使在不开灯的前提之下 也会有不错的亮度 而且在透明零件内侧 还会有很多不规则的点状细节 让双眼看上去更加深邃一些 同时在眼睛的下方 窥视孔细节也是有得到忠实还原的 面罩部分还可以替换成红眼的暴走状态 面罩使用的是磁吸固定 替换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单颗磁石的固定 感觉还不是特别稳固 在下巴处的地方 如果可以再加一颗磁石就好了 发光灯组的电池和开关 是在后脑巢内部的 把头往下低一些 然后向下滑动后脑巢 就能够看到当中的电池仓了 产品是自带电池的 直接按动电池下方的开关 就能够点亮灯光了 按一下是正常灯光 按两下是胸灯红色闪烁 按三下是灯光熄灭 灯光点亮后的效果 我认为也是相当不错的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就是胸灯的线缆 是通过头部接过来的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把头给拔下来 或者是大幅度的旋转头部 那样是会造成电线损坏的 CCS在吸塑盒上 也贴了一张很大的警示贴纸 告诉大家不要把头转超过90度 其实左右转头90度 我认为也是完全够用了 另外抬头和低头的幅度 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为了表现抬头飞行的状态 所以说脖子和头之间 还会有双段的球形关节 所以让头部的抬头幅度 可以变得非常大 飞行的时候姿势也是相当好看的 还有就是肩部会有360度的垂直旋转 平抬也有90度 前身会有45度左右 而且手臂在前身的时候 内部还会有防穿帮零件 这个零件上也是会有相应的涂装的 另外在三角肌的部分上 是做了一个套欠结构 会有一定的旋转可动的 大臂根部是360度平转 曲肘幅度也是超过了135度 在肘关节处 还设计了一个小幅度的左右平转 可以让手部活动更接近于真人 手腕处的地方是直插转轴关节 而且手腕关节用的是夹心结构 有着非常不错的强度表现 另外四对半的替换手型 我认为基本上也可以还原出剧中 出现过的所有动作了 接下来是躯干处的弯腰挺胸 各45度左右 左右侧摆的话也是45度左右 平转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下半身大腿根部是可以小幅度下拉的 腿部前踢大概90度左右 后踢幅度是非常小的 几乎没有 平踢的话90度左右 大腿根部会有360度平转 屈膝处的地方也是双段关节 135度左右的可动幅度 脚腕处的地方是斜插转轴关节 左右平转抬脚踮脚 左右侧摆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脚尖处的地方也会有独立可动 身体各处金属关节的内部 应该是有加入破木夹层的 所以掰起来的阻拟感适中 把玩的手感相当丝滑 产品因为有铁脚和金属关节加持 所以下盘非常扎实自立性很好 当然如果要追求更稳定的支撑的话 产品当中也会有附属支架和地台 金属棍的支撑是非常稳固的 可惜就是支架缺乏角度调整的功能 实际用起来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局限性的 尖端的固定卡扣还可以竖着插在金属棍上 用于还原出飞行状态的展示 同时记得把底座下面的辅助支撑 也可以翻折展开用于平衡重心 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挺有巧思的 另外在黑色的底座上 还会有杰德奥特曼的金字印刷 看着是非常有逼格的 然后是武器配件方面会有一个杰德之爪 两侧的爪子是可以张开的 根部也会有旋转可动 最后还会有一个造型相当霸气的 十字光线特效件 零件通体都是由透明材料制作的 再加上涂装工艺 光线左右两侧的闪电还是独立分件 有着很强的立体感 内部的光线中间还用到了珠光漆 渐变色涂装相当有质感的 根部红色部分的爆炸造型 做的也是挺有张力的 另外为了支撑这个特效件 产品当中还会有专用的透明支架 摆个大招的造型还是相当帅气的 接着再来拆赛罗 在西苏的最外层还套了一层银色的被纸 这个被纸是说明书 是可以打开的 里面是玩具的玩法介绍 然后这边就是放着本体的西苏 上层有赛罗的本体 还有一些武器的替换零件 以及4对半的替换手型 下层的话是地台以及支架 拿出本体扯掉身上 所有防蹭色的薄膜之后 来看一看本体的质量如何 赛罗本体全高大概是在19厘米左右 重量177克 合金骨架的手感依旧还是相当的扎实 产品通体都会有涂装 涂装质量也是非常的优秀 特别是装甲出的网格细节 密码的小方格里面涂装都是相当到位的 完全没有溢色或者是出界的情况 白色的发色也很均匀 遮盖性也很好 这里涂装还是有点难度的 因为装甲有很大的弧度 小方格的面积又非常小 对于质具的精度要求是非常高的 另外赛罗因为整体配色偏鲜艳 所以银色用的是亮银质感 如果是和杰德放在一起对一下对比的话 其实银色质感的差异还是挺明显的 身上细长线条的边缘处理 也是非常的顺滑流畅 整体有着很高的完成度 唯独可惜是在脖子侧面 发现了两小点银色色仪 赛罗的发光元件同样也是被安排在了后脑处 微微低头然后把后脑勺向下平移一下 就能够打开了 这里的结构和杰德是完全相同的 点亮灯光之后双眼额头 还有胸灯都是会发光的 发光元件的亮度很高 效果很好 再按一下开关的话 胸灯就会变红 然后开始闪烁 按三下开关灯光就会熄灭 赛罗的胸灯同样也是通过头部供电的 脖子内部会有排线 所以把玩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把头拔下来 左右转头也不能超过90度 赛罗在身材上也是有突出肌肉线条的刻画的 腹部和背部看上去是很有力量感的 当初这款赛罗在刚发射的时候 被人诟病比较多的地方是头部太大 但我实际玩过之后认为可能不是头做大了 而是这个头标做的有些太大了 如果把头标换成取下的状态 整体造型就会协调很多了 把头标取下来之后 产品当中是会有两个手持的头标配件 一个双身射线的配件 如果是要使用双身射线的话 是需要替换胸灯的 胸灯是通过磁吸方式固定安装的非常牢固 另外还有把体积非常巨大的赛罗双重剑 拿在手上的造型也是相当帅气的 配件当中最后还会有两个手环 一个是完整状态的 一个是战损状态的 把手心拔掉 选择一个喜欢的手环套上手腕就行了 身体各处关节的可动幅度和截得都差不太多 快速过一下也就不多废话了 唯独特殊的地方就是胸部装甲 这里是会有一些轻微可动的 可以让手臂平抬的时候稍微做出一些避让 同时这两块装甲也是可拆卸的结构 后续如果CCS想要推出帕拉机之盾 或者是披风配件包的话 直接换上去用就行了 也是非常方便的 替换手型同样也是四对半 除了空心拳 伸直手 放松手之外 还会有赛罗特色的剪刀手和泡刺手 平时把玩也是完全够用了 简单玩了一下CCS光轨迹系列的两款产品之后 我个人觉得整体的做工还是相当优秀的 有铁有光有兽权 在造型的刻画上也下了不少功夫 而且300人民币左右的售价也很有竞争力 总之期待这个系列之后 可以推出更多奥特曼甚至是怪兽的产品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大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